你我的容颜 因为这一切 信分裸会洗面奶 每天爱你多一些 盖中盖传媒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半边天节目 首先请您收看传媒广场 今天传媒广场一开始呢 就要跟您说这样一条消息 是杨子晚报3月7号的 题目叫做 同伴性教育进入大学校园 说的是呢 在人民大学呢 现在公开的在全校范围内 招募30名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呢 会接受专家非常系统的 性知识和性伦理方面的教育 然后呢 在同学啊 同伴之间的去进行一个传授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60人报名来参加了 据说这中间的男生女生 各占一半 报名的这个同学就说呢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既可以让自己受到一个 很系统的教育 同时呢 还可以帮助这个同学啊 能有一个在这方面的提高 我想